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Podcast 那本周呢 我们来谈一谈 现在时下相当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叫做Quiet Quitting 安静离职 或者是在职离职 无声离职 这些翻译都有人使用 那我觉得比较贴近 这个Quiet Quitting 虽然直接翻译好像叫做 安安静静静悄悄的 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之下 就离开职场 但事实上不是 他事实上讲的是说 你还是在职 你还是在工作 但是你的心态呢 好像是属于 跟大家都没有太多的关联 好像是属于一种半离职心态 那这一个概念呢 是在今年的七月份呢 在英文版的抖音上呢 就出现了一支17秒的影片 那这个发片的主角就说 他最近呢 就学到这一词 叫做Quiet Quitting 那他也形容 意思就是说 我的价值呢 跟我的工作表现 不是对等的 不是一样的 或者我的人生呢 不是只有工作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去上班 但是呢 我就做我份内该做事 不是我份内该做事 超时或者是超出这个 之前界定的范围 那我就不做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也去查过 这Quiet Quitting 这不是今年七月 才出现的词 事实上在十几年前呢 就有西方的经济学家 就提出这个概念 只是那个时候呢 大家没有给他太多的关注 那为什么现在呢 这个在子离职草 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事实上是整个人力市场呢 在过去两三年 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美国呢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个 大离职草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根据统计啊 这美国人公布了数字 2021年 有25%的美国人离职 当然他们可能又跳槽 去别的地方 但是从原来的工作 离职的比例又高达四成 是非常的高 那么在台湾呢 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 所谓的离职草 但是台湾呢 有明显的缺工草 就是一方面台湾 已经是少子了嘛 小孩是越生越少 所以进入职场 年轻人本来就一年不住 一年慢慢减少 那台湾又老化 所以又越来越多人退休 所以就业的人口 本来就在逐年减少当中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少子化 再加上说过去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很多的制造业都回流到台湾 不管你是科技 还是传产 所以很多的工作呢 是增加了非常的多 所以工作很多 但是呢 就业的人力是慢慢在减少 所以整个是缺工 人才荒 是非常严重 在台湾 所以已经是这样了 大环境 人力市场 已经是对企业来讲 是一财难求 很难找到他需要的人了 又碰到这种 整个职场的就业者的心态 又是在职离职 他不愿意多做一点 他不愿意潮食一点 那这样子整个企业呢 就蛮恐慌的 所以呢 哈佛商业评论 对于这个时下 这个新兴的这个想法呢 又有哪些观点 又有哪些文章 来讨论这个呢 我找了这几篇文章呢 其实都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就是说与其检讨这个上班族 或者是员工 为什么工作心态这么消极 不如从主管 或者从公司的角度来检讨 是不是我们的管理制度 我们的管理风格 我们的企业文化 我们的主管呢 做得不够努力 不够好 无法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热爱他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一系列呢 都没有灌老板 这一系列文章 都是在检讨 我们的管理制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今天我选了一篇 哈佛商业评论 今年六月号 没有多久以前 三四个月前的一篇封面故事 这个是美国版的英文的封面 也就是用这一篇 就是塑造人人热爱的工作 就是你怎么样打造一个 大家都爱的一个工作环境 是在现在这个大离子潮 或者是大缺工潮 企业主应该要思考的 那这一篇文章 是由一个研究院 叫ADPRI 这个研究院专注在研究 这个数据驱动的工作形态 整个人力市场的变迁 相关的研究 他是这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叫马可斯白金翰 他也是好几本畅销书的作者 包括什么关于工作的九个谎言 那么他最新的作品 叫热情加工作 就Love Plus Work 基本上呢 这一篇文章 也就是他这一本书的延伸 在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 那文章一开头 就点出我刚刚点出来的现象 就是现在的美国呢 出现了一个大离子潮 2021年有四分之一的 美国员工离职 所以呢很多美国的企业呢 就挖空心思 提高报酬 或者是提供很多诱因 津贴福利等等 希望呢 留住人才 或者是从别的地方 挖人才过来 那么这个作者马可斯就说 这个很多方式啊 虽然薪水提高是一个诱因 可是可能都没有达到重点 到底现在呢 应该用什么方式 留任你的员工 才是最关键的呢 所以这篇文章 就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根据马可斯 他所服务的这个ADPRI 这个研究院 所做的调查呢 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呢 他们以前的调查 就已经有一些数据 可以供参考 就是说在新冠爆发之前 2020年之前 在他们的研究的样本里头 他们会问啊 问很多的工作者上班族说 你对你的工作 到底有没有很热爱啊 你有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啊 等等 那么在新冠疫情前呢 做这个调查 其实啊 全心全意投入的上班族 也不多啦 也才18% 那么觉得他的工作呢 挑战很多 然后他愿意呢 很有任性的 坚毅的努力做下去呢 也只有17%啊 所以在新冠疫情之前呢 其实大家热爱工作程度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那又加上新冠又爆发了 很多人的价值观改变了 所以呢 新冠疫情之后呢 这个满意度呢 其实又更低了 所以这个ADPRI这个机构 他们在最近 就新冠爆发之后 最近呢 又做了一个调查 哇 这个调查的样本就非常高哦 有5万多个工作者 接受他们的调查 那他们就要来了解说 这个员工 他选择工作一期 他选择要不要留在 一家公司服务 他到底考虑的要素是什么 就他们的结论是 薪水高低不是关键哦 是不是同事是谁 也不是关键 工作递减在哪里 也不是关键 所以这些过去我们会认为 很关键的问题呢 的要素呢 都不是这些员工考虑 要不要留任 要不要这个继续做 这一份工作的关键 那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变成是说 我是不是对这个工作 有热情 感到兴奋 那这家公司的价值观是怎么 这个跟我们昨天所分享的文章 有部分是雷同的 发现是雷同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家公司 发挥我的长处 所以呢 还是跟 我是不是热爱 这一份工作性质 以及我可不可以发挥 我的长处 是不是有机会 做自己最擅长的 跟最热爱的事情 都是相关的 换句话说 是不是可以彰显个人的价值 以及这家公司的存在目的 跟我个人的价值 跟目的 是不是吻合的 这些反而更关键 比你的薪水 福利 表面上的薪水福利 更重要 所以这是他们最新的 研究的发现 更回到价值观的选择 更回到个人 是不是可以热爱 这一份工作的本质 所以这篇文章 他点出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重点 也是这个文章 他们后来当作标题 就是说 你要让员工 找到那个对这个工作的 love 就是爱 爱这份工作的 的那个动力 你要怎么找出 他这个热爱 比如说你男女中恋爱 这个大脑就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爱上一个人 就大脑就发生一些化学变化 同样的 如果你对你的工作 是爱上了你的工作 你的大脑也会出现一些化学的反应 面对这个工作 你不会感到烦 或感到很想逃离 你可能会感到愉悦 或者是在工作过程中有惊喜 那么如果工作中遇到了挑战 你也会比较有那个任性 去面对那个挑战 你不会只想逃离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说 你如果是谈恋爱 你面对另外一个人 那个状况 跟你的工作 谈恋爱了 可能那个热情 就会激发出来 那么所谓的谈恋爱 或者是说爱上了你的工作 并不代表说 假设说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好了 你的工作职长 有比如说五个事情 是你固定的业务 是你必须要做的 不代表说你八个小时 五个业务 每一项都是你很爱做 你热爱做的 所以这边他也引用一个数字 就是说 美约医学中心有一个数据说 如果说你的工作 我刚刚讲八个小时 五个项目 五个分类 你如果爱上了 其中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工作内容 事项是你真的充满热情 你真的很喜欢做 只要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 就够了 就代表说 你对这个工作 是可以充满热情的 如果低于百分之二十以下 是你真正想做 甚至是零的话 那你真的就会变成 这夸 quitting的内类 因为没有一项内容 没有一分一秒 是你很enjoy的 你很热爱的 那你的工作起来当然就死气成产 真的就像躺平主一样 所以你只要找到你的工作范围内时间 百分之二十以上 当然越高越好 像创业家一定是百分之百 很热爱他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每天工作十六十八个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可能天天都在工作 那个创业家一定是 如果用这个理论来套 一定是每一个挑战 他也都把它当作是机会 因为他就是非常热爱 他有那个使命感跟成就感 那我们一般上班族 我们很难要求说 他就跟创业家一样 有那个百分之百的热情 所以他这边的数据说 你只要找到超过百分之二十 越高越好 那你对你的工作 你就不会把它当作 一醒来 发现还是一到五 每天要准时去上班 觉得很痛苦 起不了床 那个现象就会大大的改善 你就比较不会变成 这quite quitting的那一组 那么如果做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主管 老板 你怎么样塑造一个 让员工都很热爱 他的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那这篇文章就提供了 他们的一些发现 应该怎么样设计 你的组织的工作的氛围 有三个核心 第一个核心是 要把员工当成这个宝 员工是关键 就是说 在你在界定 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 你可能要重视员工 胜于重视股东 所以在这个观点底下 这篇文章就特别强调 你是招募一个人 而不是招募一个工作者 那他也举了很多企业的案例 来想 这家公司是怎么做 那一家公司是怎么做的 那我在这里就举了一个 台湾人可能也蛮熟悉的品牌 一个健身装备的品牌 叫Lululemon 那么这一家公司显然 在塑造员工热爱工作的 这个努力上的做的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篇文章就举了好多 Lululemon的案例 比如说Lululemon 在新员工到职的时候 他就鼓励他们 就要写下他们的指癌目标 以及个人目标 两种分成两种 一个是他career的目标 一个是他personal的目标 那不管这个员工的目标是 我可以立志 我以后要当Lululemon的执行长 或者是说 我要在这里工作五年 八年十年之后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自己创业 成立自己的时尚品牌 也就是说Lululemon 让员工都很放心 鼓励员工都很放心 把你的个人目标 跟你在这个公司的发展目标 都把它写下来 然后不管你写的是什么 公司都会给你支持 公司都会给你赞美 不会说我要工作三年以后 我就要离职 他就对你歧视 说这个员工待不久 我就以后很多机会都不给你 不会这样 所以他是把每一个工作者 来上班的人 都当作一个权人 不是说你是我的员工 我才照顾你 你以后不会是我的员工 我就不照顾你 并不会有这样的差异 结果因为他非常重视 员工的个人意愿 所以他在三个月内的留任率 以及员工的第一年的投入程度 因为他们有一些调查 数据做比较 都是高于业界平均的两倍 所以这就是说 塑造一个尊重员工 然后员工也会更热爱这个公司 更热爱这个工作环境 这是他举的第一个 Lululemon的做法 另外一个是Lululemon 也非常支持他们离职的员工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健身品牌 所以很多员工离职之后 其实就到别的健身房去工作 或者是甚至开自己的运动 相关的工作室 Lululemon的人资部门或他们的主管 都会很乐意地跟离职的员工保持联系 并且给予他们支持 让这些人都变成公司的宣传大使 甚至有机会就会回任回锅 所以甚至Lululemon会把这些离职员工 到外面去干什么的这些离职员工 把他们新的照片 比如他到某某健身房去工作 或到别的地方去创业等等 都把他们的员工的照片 陈列在他们的门室里头 然后显示说 他对这些离职员工的重视跟肯定 而且持续跟他们保持联络 那么当你这么重视离职员工的时候 在职员工也会看到 他会觉得说 不管我以后是不是还在这家公司工作 我们都是一家人 即使我离开的时候 我也是一家人 所以更能够激发他们还在职的时候的工作热情 更热爱这家公司 以及这个工作的文化 那么第二个 可以塑造员工热爱工作的环境的要素 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 让每个人的独特性都可以彰显出来 他在引用一个数字 这里说 每个人的大脑的连结 比5000个银河系的星星还要多 就是我们大脑的连结点 所以使得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世界上有70几亿人 所以每一个人的思考跟感受的方式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塑造一个工作环境 如果你是一个生产线 大家都一模一样 要求都一模一样 那一定不适合 就是这一道制度或许适合少数几个人 或少数一定比例的人 可是一定不适合其他大部分的人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缺工的时代 在这个大离子草的时代 你应该让每一个人有机会 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工作 当然绩效要求还是一样的 只是说那个差异性是尊重的 尊重每个人的差异性 那这里也提到了一些公司的案例 那我就举一下 比如说他提到的是Patagonia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爱 户外运动的登山等等 你或许就熟悉这个品牌 如果你不常运动 或许你对这个品牌没那么了解 它是一个美国的户外用品的品牌 叫Patagonia 那这个Patagonia 因为它也是一个户外用品店 很多的健身的衣服等等 所以他们的团建 他们很重视他们公司内部的 就是team building 就团建的这个活动 他们都会拉出去 比如说去登公司总部附近的 某某的山上 举办团建因果的活动等等 那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发现 就因为透过这个团建过程 他就可以挖掘说 这个员工喜欢吃这个 早上一几点起床会比较有精神 或者是晚上工作比较有精神 他就从这个团建的过程 也可以找出每个人的差异 跟每个人的习惯 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就发现说 某某员工是早上六点到中午 是工作最有创意的 所以这个员工或许他回去之后 他的工作时段 可能是早上四五点就起床 从六点工作到中午 一两点 那他两三点就下班了 我们就尊重他 他如果这个时间是最有创意的 最有工作能量 我们就尊重他 那比如说有些人 早上一定要晨跑 如果今天不跑 我今天就没精神 所以我们就要尊重他 给他这个晨跑的时间 所以每个员工的差异是有的 不是每个人都早上九点就很有精神 搞不好有的人是下午三点过后 才比较有精神 所以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挖掘每个员工的差异 那在他们的工作的流程 跟你评量上就尊重这个差异 所以让每个员工都觉得说 我可以用我的方式 创造最大的产值跟最大的价值 然后公司的员工 当然就留任率就会比较高 他就不会觉得说 你到别的地方 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组织设计 所以在这里他可以享受这样的差异化 是很棒的 那么第三个重点是要在让你的员工 是得到充分信任的 他们要感觉他们是被信任的 所以这里也举了很多企业的案例 我就举其中一个公司 大家都很熟悉的 叫迪士尼 迪士尼乐园 那这边举的是在佛罗里达 前阵子被飓风打得很惨的佛罗里达 那么佛罗里达迪士尼乐园 因为我们都知道迪士尼乐园通常也会有饭店 所以我们去迪士尼玩 就会住在他的乐园的饭店 专属的饭店 那这个饭店对客房的服务员的管理 是相当的授权 非常的信任客房服务员 而且也尊重他们可以用自己热爱的方式来工作 而且如果你有自己独特的创意 你认为说我用我的方式 我用我的创意来执行我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那组织就信任你 你就可以用你的热爱的方式 你觉得很有创意的方式来执行你的工作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饭店 都不准客房服务员躺在这个客房的床上 但是这里是可以的 他们有一个客房服务员 或者好几个都会躺在这个床上 来感觉当客人如果也躺在这个床上 他是怎么感觉这个空间 他是怎么感觉这个整个塑造的一个氛围 因为他说所有的客人 因为你在迪士尼玩了一整天 可能大排长龙腿都酸了 所以回到房间 第一件事情是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所以这个客房服务员都会躺在床上 检查房间的各个角度 从他的躺的感受去执行他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被信任的 另外也有一个客房服务员 也蛮特别 他会把房间里都会放一些迪士尼的 一些毛茸茸的玩具 他会根据他当下的一些想象 或者这个客人到底是什么背景 或者是住的客人是什么年纪 他会把这个绒毛玩具设计成为 他认为这个客人会喜欢的那种 情境的设计的样子 所以他每一个房间都设计的不一样 而且他花很多时间在搞这个绒毛的玩具 公司也尊重他 并不会检讨他说 你这样子不行 这样不是标准化流程 并没有这一环等等 反而是尊重他的个人的创意 所以当你这么信任他们 他们就做得非常的高兴 创意就会自然的发挥 所以在这篇文章特别提醒 千万不要把员工当作 大家都一模一样 用统一的标准的评量 标准的要求 标准的制服 来要求他们 这样子他们反而就无法发挥创意 而且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们 所以这是在一个安静离子草底下 在一个大缺工以及大离子草底下 我们所有的企业组都要注意的几个重点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最后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 我们哈佛商业评论的个案教学 领导者学程 第七起要开始招生 那么自从去年一年多以前 我们推出这个个案教学的领导者学程 到现在其实每一期都得到非常多的回响 那有些企业界的朋友 他几乎每一期 从第一期到第六期 现在要进入第七期 他都参加 很多企业负责人参加完了之后 他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接着就会派他的高阶主管 或者是甚至是二代 三代的接班人陆续来上课 那培养企业内共同的语言 那么一位金控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在上了我们这个领导者学程之后 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回馈 他说他在26年的植埃中 上了很多很多的训练课程 那我们的这个哈佛商业评论的 这个个案教学 是完全采取哈佛式的个案教学 是他经验最独特的 然后他整个的上课过程 都相当的享受 也真的学习到很多 其实我这三年来 担任哈佛商业评论的执行长 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把这个哈佛商学院 这种管理的知识 落地在台湾 所以包括我这个Podcast 我们这个团队努力经营的这个Podcast 就是要把哈佛的这个管理学的知识 让各位听众可以很容易的吸收 那同样的哈佛商学院最经典的是个案教学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领导者学程 个案教学 也是一样 要把这个你要到花很多精力时间 到美国去上了这个课 可以落地在台湾 所以这都是我们落地化的一环 所以呢我再一次的邀请各位旧与新知 如果你还没有来上过我们的领导者学程 个案教学的朋友们 请你可以来体验一下 那么如果你已经上过的 你很喜欢到 你已经变成我们大家庭的一员 所以感谢各位旧与新知 可以来报名我们领导者学程 第七期会从明年的一月到三月呢 每一个月的一个礼拜六上课一整天 请到说明栏点我们的课程连结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大家庭的一员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感谢观看